虽然不是休息日吧 今天牛街的人 顶往常要耍得多 我站这半天了 基本上还没有看见 买洋葬片的人 平时这个点 有时人挺多的 今天 有人很稀少 清线的牛羊肉事件处理后 确实对牛羊肉销量也有影响 其实平时这儿的人 店里人非常多 今天就是 刚看的半天就进了一个局面 这个315曝光这个 这个 清线羊肉以后 我听到一些 这个 买羊肉的 买羊肉的 买羊肉的这个 刚才去一间买羊肉的这个 老板呢 老板告诉我说这个 这些是买羊肉的人特别少 这个清建这个羊肉曝光以后啊 对这个羊肉的销量有影响 你看这边是买烧饼跟调料 买烧饼跟蒜料 原来这儿 原来这儿是买羊肉片的排大队 现在买羊肉片的人很熟 就是巨宝羊肉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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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羊肉的熟食到人不熟 可能有什么大饭点 但吃巨宝羊肉的人也不多了 但吃巨宝羊肉的人也不多了 可能有什么一道饭点 吃巨宝羊肉的人也不多了 大哥咱们那儿肉都是哪儿进的呀 没有它那边了是吧 没有没有 现在是不是现在这个315一曝光以后 它这个羊肉的销量就少了 我刚看去本园那儿那儿人就没那么排队了 有点影响 有点影响